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脏器吗 对 那皮在哪里 我们的中胶啊 只在肚子上面 它跟胃是长在一块吗 脏是比较小的 在那个皮的后面一点点 所以呢 皮胃是基本上连在一起 在西医里面有没有皮脏这个英文名词 有的 有的 我们家亲戚就是有一个出门刷衣椒 把皮脏给刷破 皮脏这么脆弱啊 是 所以要好好保护 还有人也不能太瘦 稍微胖一点可能保护起来的比较完整 特别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 一定要说微胖 如果太瘦的话 其实我们稍微生一点病 我们就抵抗不住 是 所以像你这样是最好的 嘿嘿嘿嘿嘿 终于被朱莉夸奖一下 十分兴奋 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 讲到皮胃 怎么样的成因 他的最好要做哪一些运动 那我们还提到的一个饮食 今天我看了一下大纲啊 这些饮食忌口的和应该要吃的 我必须要做一个confession 这些忌口的12样里面 我每个都爱 那就少吃一点就行 我现在已经改过了 对 尽量的再改过 其实改过来 还是会成为一个好习惯的 那我们就请朱莉来介绍给我们 这12项最好少吃或者是忌口的食物好吗 好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上次讲到脾胃的虚弱 脾胃的虚弱 往往是我们因为生活习惯啊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啊 我们没有做到 所以才造成我们脾胃的虚弱 常常我们中医 很多人来看中医的时候说 医生医生 我应该要不要忌口 我说其实 可见他已经有这个概念 对 其实很多病都需要忌口的 往往为什么有时 病人吃了药以后 反应不是很好 就是说他不会说要的病除啊 或者什么 就是因为往往一边在吃药 他一边没借口 就互相冲突了 比如在跟你补的时候 你要喝冰的凉的 那就会很相冲的 所以呢 有些人说 医生我吃了几副药 我怎么没见效果 我说你有没有忌口 他说 还要忌口啊 我应该忌哪些 其实很多病都需要忌口的 特别是你来看中医的 西医 比如说 比如你皮肤病啊什么 也是要忌口的 其实就是说 也需要忌口一些 但是没有说中医这么借的这么多而已 好 比如我们今天就 单单讲一个脾胃病的忌口啊 因为就到中秋节了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吃粽子 是不是 或者是我们常常吃的糯米饭 或者汤圆啊 或者年糕啊 这些糯糯的 好好吃 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味是不好的 你也是喜欢吃吧 我以前很喜欢吃 现在我都少吃 有了这个姿势以后 就少吃一点 对 年纪大一点的人 就是说脾胃就慢慢的功能就弱了 我们就要少吃一点 年轻的小朋友可以多吃一点 他们运化的快嘛 也就没关系 所以年纪大了 就少吃一点 糯糯唧唧的东西 就是说对我们的品味是好 吃进去以后 这些糯米做的东西 吃进去以后 就容易脏气 脏气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吧 前两个星期 我去朋友家聚会 我去之前呢 我就去餐厅喝了一碗鱼片粥 鱼片粥去了以后 到下午四五点 我就觉得饿 饿又不好意思叫人家要吃的 那我自己就喝了一杯茶 结果那杯茶又比较凉 结果到吃饭的时候 我还是照样吃 吃完以后 最后他们上的甜品是 汤圆 我觉得汤圆挺好的 我就吃了两个 结果吃完以后 我的肚子就开始脏 马上感觉了 马上就开始脏 平时我跟人家讲 今天我就没有做到 所以以后还是要 记一记口 不要吃那么多糯米的东西 是 就是说我们在脾胃当中 如果你要吃那些 比如薯片啊 这些东西 比如你当时又 就是chips 胃疼啊 对啊 那你也会觉得 吃进去不舒服 也会脏 薯片啊 这些东西也是不好 对那些零食 锅巴啊 这些零食 总之是膨化食品 特别是胃疼的期间 吃 收饭这些我都爱吃 马上又疼 一定要借口 要记口或者是少吃 或者是不吃 对 说我们吃一些比较冰凉的东西 比如雪糕啊 或者是甜品啊 这些 吃进去我们都会感觉很舒服 但是甜品和雪糕 这些甜的东西 都会引起胃脏的 其实就是你浅尝为 可以 浅尝就好 千万不能多吃 对 他觉得胃疼跟甜食没好到关系 但是真的很大关系 胃跟甜食 ok 好 还有很多人喜欢嗑瓜子啊 各种各种的瓜子拿来嗑嗑嗑 这种东西都是一吃就停不了的 对啊 其实嗑瓜子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我们吃吃坚果是要有量的 比如我们每天只有一小把瓜子花生 那个坚果一起就是一小把就可以了 就够了 千万不要多吃 养分就刚刚好了 嗑瓜子吃花生很容易上火 上了火以后你的胃就会疼 所以这些对牙口也不好 对 这些真的要要借一借 再喜欢吃的东西 施量可以 你不要吃的太多 那关于喝的东西 如果说有bubble 有气泡的东西 有气泡的 比如说汽水啊 啤酒啊 有气泡水啊 这些也要少吃 为什么 你胃疼的时候 你一脏 进去了 就会脏气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小心 又小心吃这些 现在外面的管子啊 什么菜都弄得好麻好辣 这种麻辣 对于四川人讲 他们都 从小就吃这个都无所谓 可是事实上是不应该吃太多辣的 你有胃病的人就千万不要吃又麻又辣 胃病的人一定要再吃麻辣的 就是说你要清淡食品 然后你的胃慢慢才能调回来 比如说我很喜欢喝粥 其实粥也是要少吃的呀 粥健康的胃吃是养胃的 是啊 但是你不健康的胃 你也不好的 所以还是要少喝一点 原来是这样 那雪糕夏天也尽量要少吃 尽量少吃 千万不要多吃 鸡蛋也难消化呀 鸡蛋是 鸡蛋你如果是胃不好的人 你不要吃煮的鸡蛋 你最好就把它做成蛋羹来吃 就没有问题 蒸蛋羹 对脑哨结疑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 你如果要吃的话 都最好早上吃 不然你晚上吃这些 就不太消化 那甜品我们讲过了 那还有奶茶呢 波霸奶茶 波霸奶茶现在好流行 哎呦 开了好多家 并且新的店都是打出来 他们新的配方 就好喝呀 是好喝 那些都都不是纯正的天然的东西 所以还是真的要少喝 它都是奶精啊 这些糖啊都是很重的 所以一定要少喝 这些对脾胃来讲 都是负担 而且还是冰的 那咖啡呢 咖啡要戒 要戒啊 不是忌口啊 要戒啊 对 因为咖啡的刺激性 它的咖啡因很严重的 特别是胃疼的时候 你要戒的 还有烟酒 烟酒是真的要戒的 对 蛮刺激的 好的 听了这么多要戒口的 那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那我们如果你有脾胃病的人 胃疼的人 那你可以吃一点馒头啊 馒头 那就是这么多面 都是淀粉 吃到肚子里 但是容易消化呀 容易消化呀 容易吸收啊 可以吃羊春面呢 哦 羊春面 对啊 羊春面好啊 你要健脾的话 你可以早上 吃四五粒 红皮花生 慢慢叫 慢慢咽 红皮的花生 只能吃四五粒 对 不能吃多啊 哇 好吧 对身体好的 我们就要服从 我这辈子就是听医生的话 好 那我们的时间实在剩下很短了啊 挑几个更重要的讲给我们听吧 是 那我们在在饮食当中 千万 胃疲味不好的 千万别去吃宵夜 嗯 宵夜会增加我们晚间的那个皮肥的功能的负担 所以晚间你吃宵夜可能还会导致你睡的不好 这个我是不做的 吃宵夜我是不吃的 是 从来不吃 嗯 所以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三思而后行 是 忌口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除了忌口的之外 就是适量的吃 摄取足够的营养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请致电朱丽州 那么他一定会很仔细的替您照顾好您的身体 并且他也会把这一套方子传授给您的 今天非常感谢朱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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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